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狂追猛打 好 9月13号的《啤梨晚报》 终于今天又不是有特别嘉宾 又不是有两节给 譬如我们 Vitter L 时间会松动一点 终于可以讲一个中国奇人的故事 这个叫王庆 差点要看清楚 王庆佳还是王庆恩 先不要讲错 其实王庆庆应该容易记得 因为我以前有个MISS 都差不多名字 好 我们逐一件事先讲 真的这个世界上 我觉得 首先我想提醒大家 下星期我们在星期四 四五六 就会在中环 威灵顿街 是不是威灵顿街 我忘记了 稍后会再出 有个画展 另外那本画册 我们那里已经可以发售 因为他上次说一百元本 我后来问清楚 不是 他经厉害到滴汗 是 但是如果你们 去到现场 享朵 喂 我是给你的粉丝 那我就是 那在那里 就是 售买一百元本 那我们呢 都会有得卖的 在那里 我们就不会买一百元本 因为 为什么呢 不是因为我 要不要抽涌的 根本就 你如果看完这本书 你就看好了 OK 根本你是 印刷费都不够 OK 好了 Anyway 大家支持一下 还有 其实我给了一些提示 你们 如果买这本书 我劝你们买两本 根本你 将它 我真的不应该说 我怕老四听要骂我 OK 将它 譬如说 你剪出来 其实是一幅很漂亮的画 就是 OK 其实呢 我以前买过画 我跟大家说过 其实除了一些个别增绩 当然 另一件事 根本全部都是printing 东西 海报 雜誌 frame 起来就是漂亮的 尤其是现在的 印刷技术 这么精致 好了 我们先讲讲的想法 我有一张照片给大家看一下 看一张照片 我们很久没有见她 蛤 臭蟹 肥了 肥蟹 白了 白蟹 这个呢 林郑月娥 OK 她昨天呢 在深圳出席这个 深圳的香港中文大学 公共政策学院 开幕禮 支持 拍照的 白到这样的鬼 刚刚我想就是 可能那些光线射 是不是头那么白啊 你觉得 你看她身体不是肥 我觉得是肿 肿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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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肿了啊 老实说 我真的觉得 天下第一 不要脸的 就是 你肯不知此 为什么呢 我当然了 她是活生生的一个人 真的 难道不出街吗 但我看到她出席这个 深圳香港中文大学 公共政策学院的时候呢 其实我都有很多想法的 这个呢 公共政策学院 就是中大深圳第七个成立的学院 由广座教授 郑永年出任院长 目标是为国际社会 国家和粤港澳大湾区培训 政治人才和政策研究 林郑月娥就出任这个学院顾问 这个郑永年的名字都很熟 是不是香港的学术界中文 被视为国师之一 国师之一 老实说 我真是不明白 为什么香港 深圳香港中文大学 会找林郑月娥做顾问 你是想着 偷去光啊 还是怎样呢 你用什么想法呢 这个已经是千古罪人 是不变的 民心那句 香港搞到今时今日 我们自己 老实说 一国两制 港人治港 就是位在她手上 你们不要骂啊 真的 回回来先 看几个醜样 真是屌你了 饭都吃不饭了 不怪不得谁 但是正正式式 最后一根稻草 就是林郑月娥送中条例 你说什么都没用 说什么都没用 一千个机会被她转换 你想想考第一 很厉害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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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你还敢 你我不知道 郑明年你为什么会 找林郑做顾问 你林郑又敢做顾问啊 他真是觉得自己 他真是觉得自己 他昨天说什么 你真是不知 丑到这样 他说 我长话就短说 他说 港高铁 26公里高铁申请部分 实际很大打击 又有行业又有示威 好了 接着为了申请 在这个西九总站 一地两卷又打交了 首先呢 他说到这段的时候 他似乎还认为 这个 港芯高铁 港芯港高铁 就是现在有些人打牌啊 叫做 是一个 很合乎利益 中港利益的交通工具 他认为 振兴到西九经济 不要说振兴到西九经济 你先交一条数出来 是吧 好了 他说 但是现在政治化局面就改变了 可以放心 实现行政主动的政治体制 即是说 现在可以做一 可以推 一地两检 不要被这些刁民在那儿吵 现在 简单就是这样 即是说 那时候非战之罪 他做不到 只不然刁民在那儿 压制压制 现在这个制度就好了 扑街含家产 你一上任 是想要你干什么 给民主派 习惯 是所谓 就是这种 我不跟梁振英 我们有计划 还想要做个爷爷看 还想要在这些游戏里呢 没有想法 你以为你和邓小平平行两边 我做就行了 结果现在做到什么 以结果 我不是为目标 以结果论 我問,錯想到不得了,錯想到不得了,聰明不切, 這個典型真是人版才衝人版,我還記得是否講出奧大喬, 一馬當先站在習主席旁邊, 那一刻是不是令到後面的人會不卸, 後腿我們不去,不需要去想的, 但只要看這些人聰明,聰明不聰明, 什麼時候輪到你,老實說,就算你是喊一, 你是有尊重,不是走先走後的一件事, 當然我們偉大的祖國就很重視這排位, 我還記得當日,現在在說二十幾三十年前, 我在九龍城有一間泰國餐廳叫做招業餐廳, 就是上樓的,坐電梯上樓室四五樓, 有一個人突然有高大大漢, 按著那個電梯,等那些人進去, 這些平時我們都會做, 好,然後我剛剛衝進來,外面下雨,衝進去, 等一等一等,當然等一等我, 看一看那個是誰呢,就是我們的周潤法發哥, 喂,我們會不會因為周潤法發哥, 你們倆按著電梯,覺得他, 他怎麼這麼傢伙, 你怎麼做這些工作, 那時候的周潤法發哥已經不懂得知後了, 我們是不會倒下他的, 你只要,老實說, 你有這樣的地位, 有這樣的身份, 如果你是謙虛謙厚的, 假裝也好, 你不然那些人屌你, 其實就會尊重你的, 是這樣的,我回來的, 不是你走前走後, 聰明不忍徹, 幾時輪到你, 那裏有什麼七常委在那裏, 這麼多省委書記, 那些封疆大利, 幾時輪到你, 就算輪到你, 你也要謙虛些, 哎,你先,你先, 喂,都是很正常的事情, 喂,你連這些都不懂, 真的以為自己這麼聰明, 而現在還走, 我今天為什麼, 我第一段就要講他, 這個反而, 阿正都沒有寫過這段新聞, 你有沒有在我, 就好像別人那些, 我看一下那些, off the top, 以前off the top, 那些咬手掛那些人, 那些鬼佬那些戲, 小太龍, 咬斷手那些人, 他們不是啊, 臨出場之前, 如果你要激起自己怒火, 是, 或者那些trainer, 那些人, 蓋過他, 我一講他, 我一講他, 就火起來了, 他還說什麼, 他說, 現在立法會, 說, 所有深圳口岸, 應該一地兩檢, 他說, 而且, 他說, 一地兩檢, 都沒有夠好, 效率不夠高, 應該走, 林鄭月娥還說, 喂, 現在你什麼樣子的身份, 喂, 你沒有底沒有份啊, 沒有說不行, 講話咯, 但你真的不知道, 他說, 應該要合作查檢, 一次放行, 哇, 哇, 我沒有去研究, 合作查檢, 一次火行動, 一地兩檢, 有什麼樣子, OK, 似乎, 一地兩檢, 在一個地方, 檢完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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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始終你沒有說, 五十檢, 你始終有個主導, In case, 有什麼事的時候, 喂, 那有一個人說, 我都不要說, 你說地緣那裡了, 那其實你是否將香港的邊關, 那條邊界呢, 一秤秤秤去, 譬如西九呢, 你倆, 哇, 你用心, 喂, 現在陳志士都說, 喂, 如果繼續香港人這樣上去, 香港, 那些店舖, 零售餐飲, 就真是, 結構性的, 他說, 你更害怕, 不肯死, 他幾乎大毒, 你看看那個壞樣子, 好了, 他說, 這些是政治局面影響區域發展的程度, 在香港非常明顯的, 那是很明顯的, 我們現在真的覺得很明顯, 他, 他, 他更想言下之話, 你看現在我們幾乎, 那些人上來了, 幾乎和諧, 就是, 中央政府應該覺得, 我是做到事啦, 令到民心, 即是歸順啦, 這樣, 他當然想啦, 他當然想啦, 是吧, 當我見到陳志士都說了那麼多話說的時候, 他當然有事想的啦, 他說他又不是很老, 他六十多歐而已, 六十六七這樣而已, 六十七八這樣而已, 喂, 他說, 他說, 現在是時候他應該大膽探索, 尋求突破, 創新推動, 昂首闊步, 發展大灣區, 他真的怕香港不肯死, 那樣子啊, 即是當我們每個人都在說, 喂, 喂, 還要我告訴你, 就算這麼多人上去上面, 都不代表, 你以為那些, 等於香港什麼民心回歸, 你真的不要跟我說那些, 我昨晚才跟一些, 很高級的政協, 吃飯, 不要說什麼, 我們都在廢話說這些, 好了, 他還說, 香港經歷國安法立法, 國際形象和國際聯繫是受到影響的, 西方傳媒報導非常負面, 如今需要加強鞏固和提升香港國際形象, OK, Everybody knows, 我們需要加強鞏固和提升香港國際形象, Hello, 怎樣, 還有, 國安法, 立法, 我不管, 是用什麼, 什麼附件衫啊, 什麼東西我不管, 後來有個國安法立法, 無論怎樣, 喂, 真的不知道醜到這樣, 喂, 如果你說, 深圳, 香港中文大學行政, 很長的名字, 你真是屌你, 公共政策學院, 還有這樣, 公共政策學院, 真是, OK, 喂, 你不如找個那個後面皮, 臭位學院,找他就對了, 我真的被揍了頭, 你真的可以這樣的, 這個凌晨, 她在講一下怎樣, 香港一次會倒退二十幾年, 喂, 老實講, 你真的, 他真是屌你, 你真是厲害到, 如果不是有他之前, 喂, 一層, 倒退二十多年,倒退一百九多年,真是很糟糕 英國行禮如宜每半年發表一個香港半年報告 我不特別講了,這半年就列出了香港上半年 例如我們有立23條,例如高等法院批准了港府邦報的臨時禁制令 不讓圓榮光歸香港上架,也提到2019年的反修例運動至今 有超過一萬人被捕,有三千多人遭到檢控,也有三千多人定罪 差不多定罪率九個九點九九,仍然有七千名被捕者等待警方調查 也提到四十七人案 老實說,作為這個簽字國,他當然有權去講這些說話 但是,沒有意思,你問我 仍然繼續站在香港那邊,即是怎樣? 即是你們繼續申請BNO,Visa,過去英國,買樓,做事,是不是這樣? 很多時候就見到吳小姐的評論經常拿英國一半年報告來打飛機 有什麼用的? 然後最後,例如現在工黨說我們一定要跟中國多點溝通 有什麼用的? 有什麼用的? 即是當然我不認為可以做到很多事情 你不要講好兩個啊,我覺得 是啊 大家看到形勢,知道你現在歐洲已經不行了 你不行了,歐洲就變成一個不行了的英國 OK? 起碼是這一刻 細弱,還要工黨上台 老實說,也不要 喂,你還要盼望啊? 喂,現在就算,大家要想一下 現在就算有那些Mailor吉爾的出來 喂,可能那些學生吵架他 吵架他,吵你了好不好? 對不對? 好了 另外,加拿大有民間團啟發起國會聯署 就取消香港經貿辦的外交特權 這個當然是加拿大的香港經貿辦 因為他沒有理由發起聯署要美國去取消 還有呢 說要制裁侵犯人權的中港官員 我們先看一下簡單的資料 那麼,現在北美洲呢 如果拜登真的簽了這個關閉 就是我們那個經貿辦的那個法案 之後呢 那麼香港的三個就是180天 來關閉是不是180天 OK 那麼在北美洲呢 就沒有了 就只剩下加拿大 於是乎呢 昨天多過加拿大華人和港人組織 發起國會聯署 就說特區政府嚴重違反一國兩制 要求加拿大取消香港駐多倫多經貿辦的外交特權 以及根據這個馬格尼斯基本法案呢 馬格尼茲基法案呢 制裁侵犯人權的中港官員 好了 那些關衛精 那些發言人說的東西 那些都是大同小異 那些我不特別說了 那邊說真的 首先我們先先欠責詐 怎麼會有關你們呢 你們在加拿大 會來看著我們台戲 大哥我們還有香港 有些人很要私人線 我不是說我們特區政府 有些人是這樣的 吵你老母是 隔離屋那女人大聲吵他 他又不敢還拖 就打架自己的子女 吵你老母 吵你老母是 說我開HiFi草 吵你老母 他不是說他 吵你老母是說我開HiFi 吵你老母說我HiFi草 吵你老母是這個臭狗 吵你老母是不敢打架 吵你老母是不敢打架 吵你老母是說你開HiFi 你剛才打架你老母是說我 想打架我 關你冷視 我喜歡打就打 你那麼不敢蒙七 什麼 吵你老母是不敢這樣 吵你老母是不敢這樣 我不是說這什麼 所以 但是 你說這些對中國有什麼壓力呢 根據這幾年我看下去 在自由社會他們當然也做這些 也沒有辦法 看下去就是 我們的特區官員才不說 一定忍不住 一定會強力譴責 就製造了一個 說更加製造了一個 香港官員盲盲的形象 反而是給更多藉口 人家真是復充了他們的要求 可能他關閉了駐當農多 或者取消了他們的特權 或者制裁中港官員 我也不知道 但是就是這樣 為什麼呢 繞一圈 各位網友 不要說現在有多少人 這個世界很奇怪 就算你的選民又說 多少個巴仙 不喜歡這個國家 都已經好 在最後又可能繼續做 都是這樣的 沒有什麼大意義 休息一會